今天是大叔捷肉米购物台 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Lore Star 这是一个我觉得还蛮贵的一个 高压蒸汽消毒机 我一直以为它只是用来烫衣服的 不是 用来烫衣服的要花几万块 真的是也是太贵了 我会想要买它主要是因为 最近我们家里添了一个新的成员 有一个小宝宝 他现在才差不多七个月大 做了家长之后你就会想要说 希望给他一个十分干净的环境 然后因为我们的小朋友最近 之前有得过肠病毒 最近有梅浆菌 又COVID-19 流感 小朋友上幼稚园就是会 任何的病菌的清醒 当然这也是增加他抵抗力的方法 但能够减少外面细菌 当然还是最好 尤其从外面衣服穿回来的话 还有自己的家里的东西 所以Lore Star这台高压消毒器 不是只能除皱烫衣服而已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我们测试了很多种 让我最惊艳的其实是除油的功能 对我们今天有示范了一下 它的温度可以高达150度 一般的挂烫式的这个熨斗机 差不多都只有100度不到 所以它是比一般要高很多 所以它才可以这么高温 如我们的影片呈现 可以高温 然后很清楚地把油剔出来 虚佳环境当中 可以用这个高压蒸汽消毒机 来清洁我们的床垫 床单枕头任何婴儿的物品如推车 婴儿这个袋子叫什么 背带 外面的东西带回来你都可以清洁 而且它的盖子也有分两种 一个是织品类 一个是非织品类 比如说木头啊不锈钢 我们在影片刚刚当中可以看到 那织品任何的床单 沙发甚至地毯 你也知道在地毯当中 如果铺在家里面 你不可能每一次有一个小张屋 你就拿去送洗 沙发也是一样 布济石整块拆下来 要洗要晒 也要花那个时间 这次我们也试验 就是在我们的沙发上 有那些小朋友 你知道吃东西就会 给你有一个污汁 掉东西 什么果汁之类放在那边 至少你可以快速地先清洁 高温高压的干蒸汽 把它先全部融化掉 不然是用简单的卫生纸 擦一擦搞不好都可以 没错它消除 对那这次因为它在自己的功能有说 它可以除煤 除煤 所以呢我们这次 就到我们浴室当中 你知道浴室当中 可能是家里面最潮湿的地方 尤其台北最近不知道 下了不少好几个礼拜的雨 家里面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些潮湿的味道 所以我们就在墙壁上找到了煤 我们就来试验一下 这个煤是深入表面以下的地方 刷是刷不掉的 但是高压干蒸汽 就可以把它里面的煤都融化掉 这样子你用擦一擦就擦掉了 当然我不敢说所有的那种煤都可以一定的 可能很久的煤 可能还是要需要一些清洁剂 但是对于一些家庭 可能有一些父母他希望比较少用化学性的一些清洁剂的话 这个就完全没有讲 因为它什么清洁剂都不要加 它只需要水 它只有水 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会有很多人会喜欢的地方 因为清洁剂当然很好买 家里面有小朋友总会有一些家长会担心 然后他这些板子其实也是很好的开关 这样子弄下来 之后把它 你看只要 过去就好 所以很好换枕头睡久会有味道 出去外面吃烧肉烧烤的时候 衣服会有味道 我知道像有很高级的那种衣橱吧 就是那种垫子的高级醋可以放进去它味道可以清除也可以杀菌 但至少你有这个可以直接现场马上把味道就是除臭的功能 对 我们家里面的小朋友我自己感觉到还没有算是什么过敏额 很多其他家庭里面可能小朋友多多少少对鼻子都会比较敏感 最主要就是什么除蚌 除蚌也是它一个功能 所以刚刚讲过的所有的枕头床单床垫都可以消毒 你除了洗之外 只要花可能两分钟到三分钟就可以把你的床垫枕头全部都消毒好了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趣味性的小实验 高温蒸汽150度到底是有多高 结果三秒钟肉就熟了 表面熟了 背面还没熟了 如果说我再翻过来再喷个三秒钟也熟了 如果说你要吃也没人会阻挡你 当然它不是厨房烹调器具 我们只是做了这个小实验 让大家知道说它的蒸汽有多高有多强 前面这个都是可以拆下去洗的 它真的不是拿来做食物 千万大家不要使用 千万不是当做厨具使用 我们刚刚只是好玩的实验 你不觉得我这样子做的话 大家会觉得印象很深刻吗 你把它放开头 一定会印象很深刻 你把它放前面三秒钟 然后大家看会不会点进去 然后看完到这里 点进去会骂我了 没关系 但是我想让大家就是一个深刻的印象 我宁愿被骂 好 我们刚刚还有讲到一个那个肠病毒 因为我们之前小朋友得过肠病毒 那现在也是所有的小小孩的家庭都会担心的 因为肠病毒只要一个班有两个小朋友得了 整个班就会停课一个礼拜 去年之前我们被停课两次 在半年之内 你知道父母只要一小朋友停课怎么办 他可以去除病毒 包括肠病毒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我就说你没有实验报告吗 后来他们就拿了第三方实验报告 然后就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他说可以消毒肠病毒 我哪知道消毒肠病毒 像很多病毒 你讲消毒我怎么知道 至少有一个第三方认证实验室 对实验室或是检验室来报告 我们把它放在这边 大家欢迎来检验它 看这个报告怎么样 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也欢迎告诉我们一下 好我们现在使用的这台机器是LOWERSTAR EASY 高压蒸汽消毒机 EASY I-Z-Z-Y EASY LOWERSTAR EASY 好它名字就是EASY 但是它不是简单 好简单我没有说简单 它不是EASY它是EASY 对 好我们在组合当中有四个组合 一个是单纯的这个机器 然后另外一个组合是配合一个手提式的叫EGGI EGGI 我们比较推荐是它第三个就是送这个 你看对它真的很需要 它真的很需要 因为你衣服就可以直接 你可以在影片上就可以直接挂会比较好 否则你这样拿你买这个机器偶尔你知道 家里面穿衬衫或西装或是有套装的人 是总是要烫一下 你这个还是比较好挂 比较方便 而且这个机器就直接放在上面 然后可以直接移动 这个蒸汽的这个把手就可以直接放 然后直接就推就可以推得走 然后这个配伸素我觉得蛮OK 然后大家会怀疑说这是用水 然后喷出来这个水 到底会不会让衣服很湿 因为一般的挂烫机 其实那个水气还蛮多的 那它特别强调 它叫干式的一个蒸汽 就是水气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我们自己也做一个就是小实验 就是用卫生纸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说铺在上面的水分 真的一下就蒸发掉 不可能没有水分 本来就一定要一些水分 只是它的这个水分 水滴是非常非常的细微 高压之下 还有高温 高温高压 高温高压 干蒸汽 就是它贵的地方 我们看了那个 他们自己的官方的网站上面 就是有民宿主人来买它 其实最主要就是 民宿主人 当然每天都有客人 离开之后 他们就拿这个机器 把所有房间内东西都消毒一遍 就会觉得挺方便的 该洗的洗 该床垫 你不可能去洗它嘛 对不对 窗帘这个东西 你还是要消毒一下 就是可以跟着走这个消毒 真的是还蛮好的 那另外呢 它还是有几个 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是 第一个 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 最后你们家有小小孩 不要在附近 就是它真的是蛮烫的 然后也不要让小孩 真的去玩它 因为它那个蒸汽啊 真的是还蛮烫的 还有这条线 其实它的温度也算是高 有时候我们在使用上面 它旁边还是烫的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我觉得它这个线部分是可以在改进的地方 还有它会附赠这个手套 这手套就是我们在有时候高温嘛 不要让自己烫到可以用 但我觉得这手套好像对男生 有一些男生会太小 可不可以有那种有指头的 可以再送一些好的手套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购物台 所要介绍的产品 LoroStar Easy 不管你是单身贵族 你是有家庭的 或是你是顶客族 有没有小孩都无所谓 如果你是喜欢干净的人 这一台真的非常适合你 我要赶快去洗我的臭油盐机了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